在中国人在扬言打探汉利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纠正 最高减钱 12日天下发 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以签议 甚甚文明理念作为办案指导思想 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活动 通知更明确指出 在采取强制措施 侦查措施时注意维护企业正常经营制 续汉合法权益防止酒压不绝 酒脱不绝的情况 检查日报一日刊登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就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答记者问当中 负责人指出 检查人员需处理好办案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关系 负责人序称 对国企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等为目标 在企业发展中锐意改革所出现的失误 只要不属于有令不刑 有禁不止 不当牟利 失职读职等情形 要予以容错 另外要灵活运用宽言相继的刑事政策 对涉嫌刑贿犯罪的不同因素 多加考虑 刑贿数额特别巨大 手段恶劣 围猎公职人员的要依法言处 但 有不愿具名的律师指出 过往打贪 尤其是习近平主政的五年内 每逢有官员受查 该名官员曾接触的商人 亦未被带走调查 另有关商人面对巨大压力 指证受查官员 不 分人更因此被指出犯行贿罪 面对严刑禁法 另外 商人被公检人员带走 难免对其企业造成影响 效行企业更会因主示人被带走而贪幻或倒闭 通知可纠正上述 必定减少商人蒙受的不必要损失 但他同时指出放宽指证官员的企业家 可令指证贪官的人增加 期间可能出现诬陷 而行贿犯罪情节较轻轻的定义 可能有差异成为行贿的新机会